如果传福音问神的存在在哪里 有什么方式或简洁的方法 来证明神的存在呢 徒劳无功 证明神存在是徒劳无功 必然失败的一个方法 为什么 第一 信不在乎人自己 你证明给他看 他信了你的证明 他也没有能力 按照圣经所说的信 去信你所证明的上帝 因为他不具有这种能力 信是听到而来的 圣灵重生他 光照他 赐给他信心 以至于使他能够信 让死人活过来 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等等 那第二方面 论证本身只是 有限的证明上帝的可能性 而且还得符合听者的一些逻辑 听者的世界观逻辑 如果和你证明的逻辑不一致的话 他也不接受你的证明 比如说基督徒自己有一套证明的 我讲我自己的经历 我体验到的上帝 在法庭上具有一定的合法性 对不对 证明嘛 证实性 经验性 但是对方说 那只不过是你经验的 谁能证明你经验是真的 你搞错了怎么办 对不对 你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有五百多人见证了 如果他们没见过耶稣复活的话 怎么可能冒着生命危险 去证明一个假的 耶稣没有复活的事情呢 如果他们自己只是撒谎的话 对这个我们基督徒 从逻辑上是可以 但是后现代的思想呢 那个顶多证明耶稣复活了 但是谁能证明 耶稣复活和我们信 耶稣复活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这叫解构主义 完全破碎了 所有的事件都单独性的 我经历的是我的 但是你不等于你的经验 必然一定成为我的经验 你的事实是你的事实 所以所有的都瓦解了 所以证据如果对聪明的人呢 有两种 一种聪明人他接受 觉得基督教有可信性 不是不合理的 第二 聪明绝顶的人 他不信你的 接受最新的思潮 就解构主义 那个东西没有办法证明 必然 所以历史当中独立的事件 他们之间不存在着 必然因果关系 耶稣复活了又怎么定 顶多证明耶稣复活了 那我们信他复活 又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完全断裂了 所以回到最纯本的 那这个呢 其实我在课程结束的时候 所谓的实战的时候 我们谈到了护叫和传辅音 我们谈到了理性的证明的有限性 和传辅音当中如何具体的等等 我提供了一些指导 大家耐心的话 课程结束的部分 会有这样的说明 我就在这里不占用 这个课堂时间做解释了 人来的课程中复活了